这哥哥说那这么些年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呀 妹妹说哪是我想跑到这来的 那天呀 我呀跑到这个石头后头去上厕所 谁想啊 就从山上跳起一个老猴 我一害怕就晕过去了 就让那个老猴啊 把我背到这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啊 也不敢出去 天长日久啊 哎 说这话呀 这妹妹脸一红 就给这老猴啊 生了小猴了 你好我是昆林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我跟您说这点书啊 那我省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呀 我怎么听来的 怎么跟您聊 不用啊 这个翻书查资料 那是什么书呢 哎 就是咱们接着上翻书呀 我给您讲一个 小时候我听来的 哎 轻手听来的啊 山霄的故事 您瞧哎 这山霄是什么呀 说起来挺复杂 又是山海经啊 又是刘斋志义啊 又是月威草堂笔记呀 其实啊 它不就是 哎 长得像猴一样的怪物吗 实际上 这怪物怪物这一词啊 哎 它并不封建迷信 我们没怎么见过 不怎么熟悉的 那就是怪物 这猴子本是大老啊 成了这个山京怪物啊 这事啊 在全国的故事挺多的 其实啊 也不光是全国 咱们亚洲人呢 认为这个猴子长的呀 和咱们这个人种本来就挺像 所以说关于猴子的故事啊 那就非常的多 哎 咱们望远了说呢 这古印度的这个猴神呢 叫哈鲁曼 在这个印度传说当中啊 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子 往近了说呀 那就好办了 那个斗阵圣佛 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那这故事还有我跟您说吗 哎 跟他相对应的 还有那个 和他一样有本数的六尔弥猴 哎 您瞧啊 在这个民间 还有这个蹈脚仙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这个神通驾附近 哎 您一听这个名字呀 蹈脚仙 哎 就是猴 为什么呢 这猴啊 如果直立起来 用两只脚跑的话呀 那就是一只脚往前脉 后脚往前倒着 哎 跟上前足 前足再往前 他呀 不会像人一样 是左右开弓的往前走 他只能啊 是一条腿在前的 一条腿在后 前腿往前迈一步 后腿一根 后腿一根 哎 这不就成了 蹈脚仙了吗 在我的家乡啊 也有这种猴子的故事 哎 出奇厉害了 不过呀 他们可不叫山霄 他们叫什么呀 他们呀 叫老皮猴子 这个叫法啊 哎 他普遍存在于 这个京京两地 以及东北大部 要是有别的地区啊 也如此称呼这种怪物啊 哎 您在这个评论区 告诉我一声 或者呀 干脆弹幕 您就打出来 哎 我下回呀 好 跟别人说骨气 这个 我这故事 实在是记不清啊 是听我奶奶啊 还是姥姥 或者是姑姑 跟我讲的了 反正啊 离不开从小啊 把我带大的 这几个亲人 那呀 咱们就闲言少叙 我呀 就给您讲这个 老皮猴子的故事 这民间传说嘛 那肯定啊 这有一样 哎 没有朝代 没有时间 那要讲起来 那就是朗朗的够 哎 很久很久 以前的故事 哎 说有这么个村子 这个村子呀 离山呢 不算远呢 可是它也不算近 它大概是个什么位置呢 哎 就差不多呀 它是不在山脚下呀 您在集市上 也能吃到这个山上的出产 平时呢 上不在山上去玩啊 哎 天好的时候 站在您这个村口的土坡上啊 也能忘记山影 哎 就这么个地方 说这村子里呀 住着这么一堆双尾 哎 这双尾啊 也是我们的家乡话 哎 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龙凤双胞胎 这大的呀 是个哥哥 小的呢 是个妹妹 从小啊 就命挺苦 爹娘啊 挺早就没了 这哥俩呀 就相依为命的 一块过日子 这一日长 两日短呢 这两个孩子呀 就长到十三四了 有一天呢 这哥哥说 说妹妹 咱俩一块啊 上山吧 你看呢 咱们两个人呢 无依无靠的 也没有什么进行 你帮着哥哥 哥哥我呀 背回这山货来呢 咱们到集市上 卖了换了钱呢 也好度日 你呀 跟哥哥一块去 在路上啊 到山里边摘果子的时候啊 也是哥哥的一个帮手 再者呢 把你一个人放家里呀 哥哥我也不放心 这妹妹一听啊 这哥哥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于是就跟着哥哥一起啊 这两个人呢 就背了筐 带着绳子 斧子 两个人呢 就奔山里去了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也不是很远 一天半天的工夫啊 这哥俩呀 就到了山脚下了 哎 就进了大山了 到了山里一看呢 不行 在这个山边上啊 这个山货呀 已经被这山民踩的差不多了 要想踩到更多的山货呀 就得往深山里去 于是这哥俩呀 就胀着胆子 往山里去 您还别说呀 这勤劳的人呢 他自然就有说获 这哥俩到山里边啊 没过多长时间呢 就踩了两大筐的山货 什么叫蘑菇啊 哪个叫榛子呀 什么栗子 核桃啊 哎 什么都有 兄妹俩高兴 哎 往山外头 呸 这么着呀 没两趟 到集市上换了钱呢 就能过一个好年 过一个好冬 这俩人啊 往山外的走 可眼瞅着天啊 就擦黑了 这妹妹说 说哥 说我呀 想上个厕所 我就拐脚后边啊 大石头 哎 一挡啊 我就能上厕所了 这哥哥想也对呀 必定啊 哎 十三四的大丫头了 什么事啊 是得避着点哥哥了 这哥哥说 那你去吧 那哥在这等着你 可是这妹妹一去呀 这哥哥 左等也不见回来 说右等也不见回来 哎 这天呢可就黑下来了 这哥哥呀 就往大石头方向去找 到了石头后头一看 没人 这一下子 可把这小伙子急坏了 四处的嚷 四处的喊呢 你想他一孩子 在山里妹妹丢了 凭他自个的力量 他能找得着吗 苦等苦盼的 到了天亮啊 赶紧出山 找了老乡 跟着一块找 幸亏呀 当地的山民的心友都不错 跟着这个孩子呀 山里山外的搜 可是这大山的山柱 他哪是头啊 找了两天之后啊 这老乡啊 就跟这孩子说了 说孩子啊 说这样吧 说你看我们这山里呀 虽然平时啊 也有人劳作 不过他必定是大山深处啊 他有这个豺狼虎豹 孩子你看呢 我们呀 也找了这么好几天了 不怕你不爱听 保不齐呀 你妹妹呀 是让这狼膏子 或者什么大的动物 给叼走了 咱们呀 再找下去去呀 也是枉然 这听了这话 这哥哥挺理解的 谁家还没点什么事啊 哎 都是为这碗饭 这口粥过活 所以呢 也就不好再麻烦大伙了 可是这哥哥呀 他坚信 自个儿的妹妹没死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个妹妹 失踪的大石头附近呢 他并没有血迹 再者 他等了半天呢 也没听到 这个妹妹的呼救声 所以呀 这哥哥认定了 这妹妹肯定还活着 于是这哥哥就下定决心呢 反正就自个儿一个人 干脆就搬到这个山脚下居住 就时不时的进山呢 寻找自己的妹妹 哎 这一转眼呢 这小伙子就变成大汉了 这几年的光阴呢 噻隆噻隆就过去了 这哥哥可是一直没放弃 寻找自己的妹妹 说有这么一年春天呢 刚开山 这个大雪封山才结束 这哥哥呀 带上绳子斧子 背上筐 带上足够的干粮啊 又进山了 他是打算呢 趁这个春天再往山的更深处找一找 多下几天的功夫 走啊走啊走 往这个深山的深处啊 他眼看着已经走去十来天了 就在这么一个大晴天的下午 这个小伙子呀 就突然听见 在前边那条沟里呀 哎 有声音 什么声音呢 说不上啊 是这个小猴子的叫声啊 还是小孩的嘻嘻声 于是这个小伙子呀 就捋着这个声音往前找 找啊找啊 这透过这个茂密的树林呢 往那条山沟的底下一看呢 呦 有一个山洞 这山洞前边有一大片空场 这空场上啊 有几个小孩的在那跑着嬉戏呢 可是都没穿衣服 再仔细一看呢 还不像小孩 身上怎么还长着毛啊 但是啊 又明显的比那些小猴子要高大许多 再一看呢 在山洞门口啊 坐着这么一个女人 正在这个洞口啊 发呆晒太阳 虽然是时锅尽千呢 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看 呦 这不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吗 于是就三步并 两步跑到这个山洞的门口 对着这个女人说 妹妹 是你吗 这女人一看呢 是自己的哥哥 这眼泪啊 止不住的往下流 上前一把抱住了自己的哥哥呀 是痛哭流涕 说哥哥哥哥呀 你可算来了呀 这哥哥说 那这么些年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呀 妹妹说 哪是我想跑到这来的 那天呀 我呀 跑到这个石头后头 去上厕所 谁想啊 就从山上跳起一个老猴 我一害怕就晕过去了 就让那个老猴啊 把我背到这儿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也不敢出去 天长日久啊 哎 说这话呀 这妹妹脸一红 就给这老猴啊 生了小猴了 就是外边那帮猴崽子 这哥哥说 那这老猴对你怎么样啊 这妹妹说 这老猴啊 对我还可以 左巴结 就是呗 这没了医生啊 他就去这个山外给我偷 没了吃的呢 他就去山里给我采果子 他呀 还能打一些小动物 做熟了以后啊 我们娘几个呀 和这个老猴就一块吃 这哥哥说 这猴有这么聪明吗 这姐姐说呀 这日久天长的老猴 他成了精了 他会说人话 听的种人言 并且呀 十个八个的壮汉呢 你也别想打得过他 这哥哥说 那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要想离开这 还得想点办法啊 这妹妹说 哎 您先加来吧 我呀 给您做点吃的 哎 咱们是边吃啊 边想 没准啊 咱们就能想出好主意来 于是这哥哥呀 就随着妹妹进了山洞 进到山洞一看 呼 这里边啊 十桌子 十板凳 是样样都有 十锅 十碗 十灶 是样样齐全 这炕上呢 也是有辈子 有褥子 和咱们普通家庭生活呀 哎 没多的区别 只不过呢 一婴气我都是石头的 哎 过很多年之后 我才知道 哎 感情这个花滚山水帘洞里 也这样 嘿嘿 那这哥哥说 这老猴哪去了 这妹妹说呀 说这老猴啊 出去打猎了 才出去 可能啊 得去个一两天 这哥哥说呢 咱们趁这功夫跑不行吗 妹妹说不行 就凭咱们两个呀 哎 多跑出这么两三天呢 让他一追就追上了 他是高兴了地下跑 哎 着急了树上窜 咱们哪跑得过他呀 这会儿啊 这外边的小猴可就进来了 跟那个女人说呀 说这个妈 这是谁呀 这妈妈说呀 哎 这是你们的舅舅 这小猴啊 还算挺懂礼貌 连鞠公带作业的嘴里只喊呢 救救救救 这小伙子一看呢 这必定是异类 他再是自个儿的外甥啊 他也不是人 所以说呀 就勉强地应付了两句 哎 没再搭跟他们 就这时候啊 就听着洞外的有动静 呦 老猴可就回来了 这小伙子呀 也是机灵 就一下子 躲到了这个柴门的后边 感觉这个山洞啊 还编得有柴门 透过这个柴门的缝隙 这小伙子一看 呼 这老猴啊 这个头出了号 站直了 这个儿啊 绝对比一个好汉子还要高 您别看他是猴 可是身上啊 倒还穿着衣裳 这腰上啊 别着两只山鸡 手里还攥着两只野兔 这老猴一进门啊 就皱眉头子了 冲这个女人说 不对啊 咱们家有生人味 这女人跟老猴说 你竟疑神疑鬼的 哪有生人味啊 坐去 吃你的饭 这老猴啊 坐去吃饭呢 吃着吃着呀 筷子可就放下了 说不对呀 还是有生人味 于是他就问小猴 说这个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有没有生人来过呀 这小猴啊 他跟小孩一样 不会说瞎话 于是就指着这个柴门说 舅舅 门后头 舅舅 门后头 这老猴一听就明白了 一个箭步 蹭就蹿到了这个柴门边上 这个大抓子呀 跟钢周一样 一把就把柴门拽下来了 这小伙子呀 蹲在柴门后边 这会儿也想了 干脆 以救以救吧 顺手啊 从这个腰上就把斧子顿下来了 眼看着 这一人一怪呀 就是一场恶战 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妹妹过来呀 砰一把就抱住了老猴 要之后事如何呀 咱们明天接着聊 不是我给您拴扣子 这故事我看了 还有挺长一段 咱们聊不完 有个别这个平台呀 只能播放展示 15分钟以下的视频 所以说呀 您抱歉 咱们呀 明天一准开书 这里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